你慢慢的往生走 往生走 外八部,内八部 外八部它是以外气 就是刚刚讲的气体养生 它是以外气 它来引发我们的内气 比如说你刚开始里面开始练的 感觉气血这种力量 慢慢的它会引发我们里面的 也就是之前就跟你们讲过 我们练整个这些东西 它的几个阶段和层面 包括你们现在这么长时间 你是应该明白了 那么这个内气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真正的老道人讲的那句话 叫做人在气中不止气 你只有在真正无为的状态之下 就是按照我之前跟你们讲的 像现在小秋肯定是知道 而且自己也完全的能够感觉得到 这种内气它的身法 这个内气是怎么 外气它引发内气 这个就是身 它引发的一定要记住 不是你可以后天去给它加上来的 没用的 像如果说不到一定的时候 你刻意的去行去导 那一定会出问题的 就为什么很多人呢 就是练一个八部金刚 你想多了 平时可能看一些东西看多了 再加上听那些胡说八道的 听多了 知不知道 一练就是说 比如说手足前后顾身腰 手足前后 然后开始想生气起来 你想嘛 几下子给你搞会了 外气它把内气引发 记住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你们要去包括以后 你们要去 比如说跟你们身边的长辈啊 或者你们企业一些员工啊 你们公司这些人 你讲 你要记住啊 不要提前把这个讲走了 内气 你就刚开始在动作上面 就是之前跟你们讲的 在动作上面 不管是内八部外八部 从动作上面 让他们先熟练 慢慢的带他们进入一种状态 那个状态进入之后 它这个过程自然的 就能够引发内气 内气引发 然后记住啊 外气 它来引发啊 这个是 就是身嘛 引发内气 内气来了 这个就好 这个其实在我们 叫泰液寒 真气 这个 这个内气 就是我们内脏之气 慢慢的 其实我们 五脏呢 它就是武器嘛 这个 你们先了解一下 引发的内气 然后内气呢 它又能够带动外气 这个就达到了 从内外结合 然后呢 到了内外相容 相容和结合 你要记住 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你们看 我怕你们看这书 看不懂啊 刚开始我们内 内八部 外八部 它从结合 是从行动上面 两种功法 从行动上面 从行动 从外走到里之后 你看 这里 就讲了这两股气嘛 外气和内气 这个时候 我们内外 才能相容 内外相容 阴阳 记住啊 它就从相报到相合 阴阳相报 是开始 阴阳相合 是结果 阴阳相合 你看啊 动物之间 你看 阴阳一交配 它能生 人男女之间 也是一样的 阴阳一合 它就能生 你想想看 我们体内的阴阳两股气 它一合 它不是吗 嗯 它单道啊 那么结胎 胎怎么来的 真种子在哪里啊 当然 这个呢 是真阴真阳的相合 就是你们现在 能够达到体内 阴阳两股气一合 记住 你的身体就健康 不要说其他的 起码我能保证的就是 羁斑的病 都不会找你们 就这么简单 你要记住 那么这个就是 一定是它一个过程 那可能阴阳相报 阴阳相合 你不要把它理解错了 不要理解错了 到了这个 你看 然后呢 它就有病剂 刚柔病剂 它到什么呢 到了刚柔护补 就是刚柔护补 你看真正的太极 真正太极 你看柔的时候 它是非常柔 是吧 那一刚的时候 它整个发力 就是你们自己去看 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了 刚柔病剂 刚开始 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在形式上面 真正进入护补里面 它就在里面去了 为什么我在讲这个 混眼庄的时候 我说 我们一个庄往哪一站 可以把一组拳打掉 其实这个里面 全部在里面动了 其实你看真正的 像那架拳 像你们都知道的 有时候一拳下去 一拳下去 有可能就是30年的功力 但是你们看不到 你们看到的 可能就是一拳 所以我们看不到